好 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这场比赛 这次的拳手是一个兴趣爱好广泛 邱建良最近这个名字在这两年的搜索榜单里 可以说是排在了前列 是的 几乎是力压了他的前辈伊龙和方便 邱建良最近的胜算包括 其实说到了邱建良 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进攻的改良 邱建良有知道这个 要想在场上表现 也希望各位观众 我们看达斧高业扫踢 对方的拳手 后手 邱建良在这场比赛中体现出在自己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看到邱建良在场上的表现 而对方在跟邱建良 哦 漂亮 邱建良学习到的这个立体进攻的方式 进行了自己的改良 立体进攻我们知道很擅长的是 站在那里跟对方对着对攻 对 但是邱建良把自己的脚步放了进去以后 变得更加灵巧 邱建良曾经直言过体能的依赖能力 但是邱建良的这个方式就会体能的依赖性 挺第一队 As 70 做到 ideal了 漂亮 和衔 wash 看 成功 这个方式攻击 看 克力 应该说在这一会合当中 邱剑良高的一个层面上 而且自己在进攻中的 这个张弛勇度节奏的把控 让对方在这个整个应对中 非常疲劳 对 我们说呢 一个优秀的选手 除了这个技战术的把握之外呢 他心态的调整和整个状态的 对于全体的把握 其实呢 比赛结果红方射 邱剑良获撤